四十一之二 四十一之二 文字好像 四十一之二 来那个时代力量 方位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四十一之二 其实非常的简单 现在就已经在做了 你就直接把它入法 就是说法官评鉴委员会的决议书 就在法官评鉴委员会的网站公开 那这种立法力 我们新的国会 摆脱了以前旧国会的那种 封闭式的思潮 已经不一样了 那善见在很多 包括了说你在处理有关于不当党产 处理有关于促转 其他的法案当中 这些资讯的公开透明 已经是最基本的基本了 那怎么在法官评鉴委员会的决议书 我们就在法条里面明定入法 就跟其他的法律一样 我们过了很多好几个这个法案 就在法官评鉴委员会的网站把它公开 这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有没有什么问题 适当方式公开就需要更加 对啊 你适当方式也是 网络也是适当方式的一种 好来请说明 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第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的实务的做法 即使在没有那个法律的依据底下 目前就是法评会的每一则决议呢 都一定是在我们 就是那个所建制的这个网站上面 那个公开 这个没有问题了 现在就是已经是这样做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加适当呢 是因为就是目前的那个立法力 如果说没有加适当的话 它只有说决议 因就是说原则 一定都要公开 那除非它的例外呢 一定要有法律依据 才能够不公开 那这样子的那个立法力 我们目前法主法83条 有关于全国 那个裁判书 司法裁判书的公开 就是仿将立法力 那但是我们这个运作 那个结果呢 就是它非常的死 就是说你一定要公开 除非是说有法律的明文规定 明白讲说什么情况 不能够公开底下的话 或者是说哪一些 就是说要做那个 个案姓名的那个遮掩 找到依据的话 才能够就是做这种那个遮掩 就是去识别化 那这样子 就是说实物上 它没有弹性的那个结果 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那个 那个就是 把很多相关不该被揭露的人 也全部被那个揭露 那我想这有很多那个委员 当时对我们 你讲这一些话 跟你送的建议条文 我觉得是冲突 你要不要自己看一下 你的条文是 法官评鉴委员会之决议书 应以适当方式公开哦 对 好 那后面 但其他法律令有规定者 依其规定 对不对 对 那现在好 我们先以时代力量的版本跟你来做比较 法官评鉴委员会之决议书 跟前面完全一样 他应以法官评鉴委员会网站公开 他是用网站公开 你是用适当方式公开 你告诉我这个不同在哪里 其他文字都没有改变啦 网站公开跟适当公开有什么不同 你只要讲这个就好 其他条件都一样啦 跟各位报告啦 就是说 譬如某一个人在这个法官评鉴案件做证人 你试带公开他一样看得到啊 没有就是跟我 试诞公开就是说这个证人呢 我们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接到非常多的陈述 在某个案件当过证人 结果他一辈子都在网站被查到 因为现行法律并没有说证人可以不公开 所以就变成证人全部都要公开啦 这目的在这里 不是啦 我对不起 适当公开不能用网站的方式公开 也是适当公开的内涵啦 是 你了解我说的意思吗 网站公开是一个方式 我的意思是说 适当公开的内容用网站公开嘛 就不涉及你的内部刚才你讲的这些问题 好来 好来 师傅可以 大家调整一下嘛 适当方式以网站公开的 对嘛 因为 适当方式以网站公开 这样可以吗 我们的科技是以时俱进啦 我们在对文书的 你看我们以前没有国会透明化没有实况转播 现在都实况转播了 是 是让方式在网站公开可以啊 来来来 刚刚喔 司法院秘书长讲说 这个是牵涉到证人姓名的问题 如果这个是理由 我真的完全听不懂 当代法治国家我们要求的就是公开的审判 一个人到法院里面去作证的时候 由于他的证词会去影响到别人的生命 自由财产 所以要拒绝 而且是要在公开法庭上面去作证 拒绝 那这样的资讯要隐蔽哦 如果你刚刚讲的那个道理可以成立的话 那以后我们干脆搞秘密审判 然后秘密证人全部都化身躲在荧幕背后啊 你是要跑回去中世纪时候的审判方式吗 那既然 他必须要在公开法庭宣誓拒绝作证 要有真实性的担保 才能够去影响别人的生命自由财产 然后你说你基于这样的理由 你要把证人的名字去遮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司法院现在的政策吗 现在所有公布裁判书上面 证人的姓名以后全部都要遮蔽了 有一个人叫黄圈圈去作证 至于黄圈圈是谁 你不要问我 我要保护那个证人 你如果有保护证人的必要的话 那你就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处理啊 今天一个证人在公开的法庭上面 他宣誓拒绝作证 然后怕以后大家知道他是证人 不要让大家搜寻到 这个是什么道理啊 我听不懂啊 我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判决书上面 看到说某某某 然后他写叉叉叉 你如果真的是写叉叉叉 或者是说他们写 Jung Do 或是Jung Do 然后这种化名式的是什么 那个就是法律有保护那个证人的身份 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在判决书里 结果搞了半天 你们现在这样子写的意思 听起来不是说你反对上网 听起来是说你希望保留有那个空间 然后未来有一些证人你们名字要把它遮蔽 那我们接下来在职务法庭里 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在相关的这些案子里面 你们都打算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吗 那第二个问题是哪些证人的名字揭露 哪些证人的名字不揭露 请问你的基准是什么 因为以后我如果看到证人 我发现有人的名字被遮蔽 我的名字没被遮蔽 是每一个证人都可以要求遮蔽 还是未来的政策是 所有的证人你都遮蔽 那你如果要要求我们给你这个弹性空间 把标准讲清楚 什么时候遮蔽 什么时候不遮蔽 以后都只能看到黄圈圈呈叉叉 那还是特定的人遮蔽 特定的人不遮蔽 那还是看受评鉴人的身份 这个受评鉴人身份比较敏感 那就遮蔽 其他一般的法官就不遮蔽 那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要跟大家讲 那要不然的话 我当我听到你准备要这样子搞的时候 我还同意你这样的条文 那也不是要我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你 那先把 好 来 请说明 好 来 柯维 先倪清 网站上公布 你们有没有反对 没有 没有吧 所以这个本来就这样做 第二个要气势的话 要不要气势的话 这样而已 所以他有一个适当的方式 就是为了气势的话的问题吧 也不知道隐身的好像他们你们很脏的样子 我是觉得这个就很简单的问题 大家谈一谈就好了嘛 有没有气势比较有必要以及法院嘛 对 因为这里面 刚刚方伟提到公开审判 公开审判只是公开审判 没有担保说我要让人一辈子都记住 我到法庭去作证一次 我只是在那个法庭里面 让大家可以在公开审判下 听到我说了些什么 但是我没有那个义务 说让别人一辈子在网站上都可以找到我 所以现在欧洲很多隐私权的 这个所谓的被遗忘权都非常被重视的 这个在现在我们的实务 因为法院的裁判书 法院组织法规定都要公开 以至于非常非常多的人来陈情 他都只是某个案子去作证 结果裁判书呢 再往上几十年 人家都知道你在什么案子里面 去做什么证 我们现在只是考虑这个而已 如果不涉及这一些 就让他公开 其实我们也都赞成 现在就是要不要去识别化 这样子 被遗忘权的问题 我这样说啦 你如果今天真的是要去处理 欧盟现在正在发展当中的被遗忘权的话 你就要用同一个标准 处理所有的状况 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特别去处理被遗忘权 是因为涉及到法官吗 其他的地方不去处理被遗忘权 你要处理被遗忘权可以啊 在什么样子的脉络下 有被遗忘的权利 标准一致统一 适用在所有的司法裁判案件 怎么会只有在法官评鉴的时候 有被遗忘权 其他的人都没有被遗忘权 第二个部分 刚刚讲清楚了嘛 你也赞成上网 那我建议很直接 我不是不相信 我的立场都一样 写在法条里面白纸黑字刚刚好 我们之前在立其他法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在要求其他行政机关的 用同样一个标准 去要求评鉴的机制 非常的公平 那你也没反对 我也愿意相信你 那我们就写到法条 大家没有争议 但是 要赋予你们在这个事 在公开这上面的事情 涂涂抹抹的这一件事情 请把标准列出来 那你不是讲一个空泛的被遗忘权 那未来怎么执行 那请你交给我们看着办 是全部都抹 还是过五年抹 还是过十年抹 那还是有些案子抹 有些案子不抹 你的标准在哪里 我到目前为止没听到啊 这个不要发太好事 这不是这样大杜利 上网你一定买嘛 没有问题嘛 就是适当方式 要不要被遗忘权的问题 同样现在引伸到 也可以谈 就是说标准是多了 几年什么 你们再想清楚嘛 不然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上网这个文字写进去就好了嘛 那你自己要 你要留适当方式 那种被遗忘权的部分 被自卑法的方式 你做个标准出来嘛 可以吗 对 这个适当方式我们会 因为那个非常非常复杂 包括时间的问题 对象的问题 我们会在执法里面才有办法把它详细列出来 好 那这样子啦 那个黄伟 我们把平静委员会的网站的 以适当的 以网 就是适当的 方式 方式以网站 公开 这样好不好 助席 好 就是以网站以适当方式公开 好 以 以网站 在网站 在网站 以适当方式公开 以网站 以网站 要不要因 因已经在前面了 因已法官评刑委员会 以网站公开 网站公开是一定的嘛 因前面有了 因已法官评刑委员会 以网站 不用于了 第二次不用于 前面已经有于了 前面也有因也有已了嘛 所以因已法官评刑委员会 网站 网站 适当 以公开 以适当方式公开 以适当方式公开 那适当的方式 请你们定制法 这样可以吗 来 加这个空间喔 太宽了 我并不反对 一些技术性细节性的事项 授权你们去定 但是你的 刚你的concept 你的概念 只有适当 其他全部 open-ended的授权 你去定 没有人在这样授权的啦 这个不是一般的裁判书 这牵涉到法官的评见 我们一般的裁判书 都没有给他们 这么大的空间 要不然你就写名嘛 你到底什么时候 你认为有必要 要限制 你把它写进去 加在诞书里 我都可以接受 譬如说啦 今天你们 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 说你想要遮蔽 证人的名字嘛 那譬如说好 那但 证人之姓名 其揭露 对其隐私 或者是其他重要的权利 将会造成重大之侵害 不在此限 这样我可以接受 范围很具体啊 也符合你们的需要啊 但是你不能够用这个 当做理由 要我开一个这么大的门 让你去说 下面的全部都让你去定 没有这种道理啊 这个方向可以啦 可以 文字刚刚这个方委员提的 我们还在 因为在个案上面 这个 个案上面他除了证人以外 甚至还有被害人 那个法官为私行为的被害人 你要不要写上去 那你要不要在立法 立法说明案 对所以 来说明 因为 说明什么叫 要适当的以 以适当的方式 以网站 以适当的方式 来公开 那适当的方式 是什么 你在立法说明案 讲清楚 根据大家的一个高见 我们来理解 这两种方式院长 那种方式是在 是在附带结议写清楚 或是在说明案写清楚 那因为 用太很多 在说明案会比较好 你要立一个执法 将来执法要写清楚 是不是这样 在说明案 所以 应于 執法定 定制嘛 那把这个 把它写清楚 来 来 那个黄伟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司法院基本上 应该也是同意 认为说在法条 如果只写 适当 这两个字 太open ended 这个范围在哪里 通通都不知道 那你们想要处理的问题 我说过啊 可以啊 那你就在但书里面 把你要处理什么样子的问题 基本的范围把它界定出来吗 基本的范围把它界定出来啊 那你基本的范围界定出来了以后 其他细节性的事项 让你们去定 这个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能在母法里面 就写适当的方式啊 所以 但书是不是让我们 这个同仁来想一下文字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那个情况非常好 那这样子啦 如果他们可以 利用但书 下面的但书 什么什么什么 把它如类清楚喔 也可以 那但书里面的项目 就再用纸瓦再授权这样子 这样子 好不好 那可以吗 那你们去看看啦 好 那我们 41条之二 基本的原则就是 朝 網 就是网站 公开啦 但是有 啊 例外的啊 就是限制 你们把它如类 在但书里 那 啊 更细的细节 在授权里面 用纸瓦来办理 好 好 所以41条之二 你们赶快想一下 主席 好 那一个 我们的 法院组织法 在去年曾经修改过 对裁判书的公开 我们上面是写说 各级法院及分院 应定其出版公报 或以其他适当方式公开裁判书 但其他法律令有规定者一起规定 所以要不要两个一致 那前 后面还有第二项 前项公开除自然忍之姓名外 得不含自然忍之身份证 身份证统一编号 及其他足资识别 该个人之资料 所以你的意思 还是你就不赞成用网路 网站公开 没有 只是参考 就是说 因为刚刚 法院委员在讲的是说 为什么其他裁判书 就全部要上网 为什么 保官评鉴就不用 那其实在上一次修法的时候 就是说 没有把它明定上网 其实就是说 是用各种事实上的方式 那当然现在其实也有很多都是上网 那等于是保持一个谈性 那看要不要就是说 这法院组织法83条 那法院组织法要把它修过来 用网上公开吗 没有啦 就是说 我们的法官评鉴的这个 裁判决议书 应该是要比较 就是跟这个 法院组织法83条 一般的裁判书 做同样的规定 好 好啦 那个 由美回的一点想一想 好不好 等一下我们再 好 来 41条之后 我们先保留一下 那你们赶快 试你者 看看那个 但书怎么拟 来